严宝航自御恒 张学良等老友称其为御恒兄 御恒星是北斗七星之一 位于斗饼与斗勺连接处 他没有夺目的光环萦绕 始终处在隐蔽的角落里 就像严宝航的一生 在隐蔽战线上做出卓越的贡献 直到1962年 在一份报告中 严宝航在隐蔽战线上的攻击 才第一次被披露出来 此时的严宝航已经68岁了 严宝航的一生 真正诠释了什么才是无名英雄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罗元将军 让他来告诉我们 严宝航当年在隐蔽战线上 还有哪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罗元将军有请 好 根据您的研究呢 像严宝航能够在国民党的高层 从事情报工作 游刃游鱼 关键是能够全身而退 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所以在国民党高层游刃游鱼 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他的爱国的前职 他所以能生于泥潭而不染 生于虎穴而不惊 就是使命使然 那么第二个就是 严宝航他个人的品质了 他是一种狭虎柔长 你比如这个严宝航 他开了一个叫严家老店 很多这个东北的一些 沦陷区的一些民众 都到他家里来避难 我们党的一些这个领导人 包括国民党的一些高层一些人 而经常到他家里来居住 进行交往 所以这个给他这个情报工作 创造了一个条件 那么第三个就是应该说 他还是有非常高超的情报手段 或者是情报艺术 情报艺术 所以现在我们说是时事造英雄 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些 这个英雄人物 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严宝航是在苏德战争初期 他提供了一份情报 苏联虽然得到了这个情报 但是还是战争进行的比较惨烈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说 这个严宝航提供的那个情报 它非常有战略价值 苏联是给我们中共发了一个感谢信 这个感谢信 我父亲是亲身经历的 是当时由我父亲拿给的毛泽东 这是苏联唯一在抗战期间 给我们提供的一份感谢信 就说是由于你们提供的准确情报 使苏军提前进入了战备 那么为什么苏联拿到了一个准确的情报 最后他还是在战争初期失利 一方面呢 就是苏联呢 他当时还是过于信赖苏德户不侵犯条约 他采取了一种随境政策 或者是鸵鸟政策 对德军的他的一些战争准备事不见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德军呢 他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法 叫散机战 他利用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啊 他完全是那种开阔地 所以德军呢 他采取了重兵坦克集团 长旗族直接插到重身 然后他再反过他来进行卷梯作战 所以这个呢 就是避开了苏联的他这个驻累地带 这是他当时既拿到了准确的情报 但是他仍然作战势力的原因 好 非常感谢您 最后还要麻烦您呢 在绝密往事的现场留下您的记忆 往事之所以有记忆 是因为有亲历者 历史之所以有温度 也是因为有亲历者 再次感谢罗元将军的到来 感谢您 好 绝密往事 下期再见 我准备